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码视频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标题 今天的标题就是 大家请看 GIT的初始设定 什么意思 咱们从官网下载了GIT 然后上期咱们把它安装进去 不如说马上就能使用了 您还没设定呢 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 如何的初始设定 设定完之后您才能用 记着 好咱们看 今天的支持点有三个 第一 建立一个GIT库 第二 设置基础信息 或者说基本信息 第三呢 我再给您介绍一些方便的命令 非常的简单啊 就这么三个小知识点 首先说 咱们先建一个GIT库 怎么建 一说建库建数据库 我觉得挺麻烦是吧 不 咱们看啊 就这么条命令 GIT下话线 不是下话线 空格 IT 这样的话 它是干什么 它是在当前文件夹下 建一个GIT的数据库 或者说初始一个GIT的数据库 IIT嘛 初始化嘛 对吧 好 就是说咱们执行这个命令之后 当前文件加下的所有的文件都能够进行版本管理了 究竟怎么管理 是咱们今后的课题 接下来咱们看啊 设置基础信息 设置什么信息 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咱们先建一个库 然后呢 呃 看一下当前的设置 看完当前设置之后 大家请看 我这做了一个什么 全局的用户名设置 我抠码 我设啊 如果我不设 那 它知道我是谁啊 我光装了GIT刚 新装完 它什么都不知道 这能行吗 我在提交 为谁的名义提交 这都不知道吧 对吧 好 所以呢 我呢 需要做上我的这个用户名的设置 接下来我的邮件 因为GIT 它是internet分布式开发的版本管理系统嘛 所以它都基于internet 那internet的每个用户都有什么呀 肯定有邮件地址嘛 对吧 所以呢 你还要设上一个邮件地址啊 但我那是假地址啊 你们不要给我这个发销件啊 第三啊 第三设一个什么 设一个编辑器的颜色为处 不过这个是Linux和Mac下用的啊 Windows下用的不多 再下 再接下来 那就说咱们设了三项对吧 然后咱们再打印出来看看 哎 刚才我设的对不对 从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啊 好 咱们先运行一下这个命令 看一下实际的结果啊 我现在开一个终端 然后我现在是第三课嘛 但是我在第三课的目录下呢 好像不太好啊 所以我回到这个C版的根目录 然后咱们建一个文件夹 mygit1比如说 然后咱们进去 好 这个文件夹下咱们就要初始化 git cool 现在当然这个文件夹我刚建的嘛 没有git cool的功能啊 好 咱们试试上 我执行这个 gitit 拷贝过来 走 好 见了 咱看一看啊 要是-a是吧 看啊 在这当前文件夹下 多了一个点 git 它是个文件夹啊 咱们可以进去 看一下 有这么多东西 这是干什么的 你甭管啊 马上退出 这东西不要动啊 这个文件夹不要动啊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我git当前的系统设置 走一个啊 走一个 看啊 我把这个屏幕拉大点 有很多 这个是git现在 当前的一些设置 不过呢 因为我用过这个git嘛 所以大家请看 我这已经设上了 我的这个邮件地址啊 然后咱可以再重新设一下 我再重新跑一下 这个命令啊 因为我设的是全局的嘛 咱们再试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 不叫这个小口码了 我现在这个是小口码嘛 对不对 快看 好 我现在比如叫大口码 什么叫大口码 我把这个 可以改成大写行不行 好 改完 然后我的邮件地址呢 我不用 现在这个 我用这个行不行 一样 无所谓 go 好 咱们看一下啊 用刚才的命令 git config -l 大家看变了吧 这时候变大的了 然后呢 我这个 邮件地址呢 也被更新 好 然后咱们继续再设啊 再设上这个 全局color 如果您是mark系统设置啊 如果是windows系统 其实设不是这个 无所谓 好 设完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 color应该是出来 我看看在什么地方 这儿 看color UI等于true 这样的话呢 您的UI 就能是颜色 高亮显示 好 再来啊 比如说 这个初学者朋友 他说呀 这kid 他都有什么功能 都能干什么 你给我讲了 这几个功能 我知道了 那我不知道功能 还有很多呢 命令还有很多 怎么办 没关系啊 我只有两个帮助文件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 gitconfig help 这个config 比如说 这个config命令 对吧 他都有什么功能 咱就执行他 他会告诉你 咱试试啊 看他能不能告的 go 因为我是windows嘛 所以他会在浏览器中打开 如果您是在linux下呢 他会在这个命令行中打开 其实是一个效果 一个功能 咱们看 我现在告诉git 你给我看一下gitconfig都有什么功能 他记叉叉 把这个config功能都给他列出来 咱们只要一读 哦 config有这些功能 就可以了 然后 当然这个写法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稍等 叫这个 我写的是gitconfig -help 还可以写githelpconfig 咱们再试这个 效果一样 一样也是开浏览器 对不对 当然今后呢 随着咱们这课程的推进 咱有好多的命令 都可以讲解 比如说 commit 提交 出来了 对不对 比如说 brunch 分支 我只能说给您讲这分支 其中的几个设定 对不对 全局我不可能给您都讲明白 所以您就 不是说都讲明白 没有时间讲 所以您就可以看些具体的文档 我呢 做这个视频 主要是给您做这个 抛砖引誉的功能 好 以上呢 就是这期视频了 今天的内容呢 应该不是很难 咱呢 建了一个数据库 然后呢 做了一些基础信息的设置 然后呢 再看一看咱们设置的信息 包括呢 git命令的帮助文件呢 该如何打开 也跟您交代清楚了 好 那今天的课件呢 我呢会放到 看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我会放到Youku和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